美国国务卿充满声冲了过去德国白林 对着德国总理说 喂喂喂 你去哪 你去哪 你是我的 你要听我的话 当然这是假的 我相信政客们不会这么粗暴 不过想想都开心 美国对控好像一个非常妒忌心重造成很大的男朋友 小小事就立刻撲过来了 会不会呢 不要说 彭博社的 彭博社说 美国警告德国和其他盟友不准被中国控制公司 这些商业交易 如果你想发展中国可以有投资的可能性就投资 是不是控制 想大家互相谈 这是商业行为 但是美国照样就禁止德国或其他伙伴们这样做 这个网上朋友李善儿又说 很明显德国总理的声调改了 什么时候改的呢 就是当北溪被人炸之后 现在也挺肯定 英国是有份的 但是只是英国呢 未必 应该有其他人都未定 但是最少英国有份 相信 在未炸之前 他已经秘密跟俄罗斯在谈判 如果没有跟中国说的话 所以那些德国媒体就不愿意说了 就不愿意说是谁破坏这个北溪 但是所有人只要有少少老细胞都可以估到 俄罗斯没必要这样做 俄罗斯人叫做开关制 它可以拧拧水口 水口管 这个不是水口 天然气管制 可以开关 所以它绝对没理由要破坏 而德国的高层 觉得被背叛 所以非常愿意 它未定 到底 他们就投资了不少 在这条气管上 也可能这个 就是最后叫醒德国人的讯号 让他们知道 什么东西都会跟着 美国做的只会被人阉干 没有人希望被人收割 所以这位美丽小姐 李善儿就劝德国总理 小心小心 因为很可能CIA 就抓住很多 你的痛脚都未顶 尤其是你曾经在Humberg做过 做过市长 中间有一些贪污的情 所以不用问了 中情局一定找出这些贪污 逼你走回华盛顿那条线 但起码我们看到 德国愿意走到中国 会不会德国是另一个 会背叛美国 成为中国的朋友 未知 当然德国政治在德国 中国人没有兴趣你的内政 但生意继续要做 你们中间搞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大家做生意 所以很可能 德国就跟中国走近一些 做多些生意 如果德国真是弃权 不搞好与俄罗斯关系 他们的企业没有办法在德国生存 只会变成走到外面 德国人民就损失很多制药崗位 经济当然不错 所以很明显 德国如果和中国合作 大家会双赢 这里有一幅图 在WeChat 有一架飞机 机长当然是 索尔池 后面每一个窗口 有个CEO 什么 我都不用和大家读了 大家看到了 这里有多少个窗 12个窗 跟了12个大班 CEO 首席执行官 跟着去 大家想就想到 他在做什么 当然是想做一些 这个是Spot力做的图 这个人说 这些是Facts 事实 真的事实 大家有努力 最重要是为自己的利益 切上先